今天送你回家 結果呢 他住在仁愛露的地堡 我心裡想說 哇 仁愛露的地堡 也就是他其實這件事情發生 沒有很久之前 因為地堡是後來才蓋好的 沒有 在五六年前吧 五六年前 對啊 差不多啊 對啊 五六年前 對 然後我覺得 哇 天啊 他住的 而且地堡 對 你講的沒錯 就慷慨嘛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 多高級 有點我嚇到 然後就是 他也不會講很多他自己的故事 我也不敢問 然後有一天 他 我看到就是一個男生跑車 就是菲拉利 載他回去 但是我相信他不是被保養 但是我感覺到他的爸爸媽媽 我也看到他的FB啊什麼 他的生活非常的有錢 然後覺得 讓我覺得 我的自重心有一點傷 對 我第一次就是 為了這個自重心 我放棄女生 但是我覺得他很有神秘 請問他神秘在哪裡 就那個 他不講自己的故事 而且 他是 是你不敢問吧 我有一個朋友 他住在高雄 然後他女朋友住在台北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 有在一起的時候 在一起不知道多久 然後有發生過事情 然後那男的回去之後 一直打電話打給那女的 那女的接電話 但是他們想約會的時候 那女的都不要 他說這個禮拜不要好不好 因為我很忙 然後那男的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女的一直不要跟 就是跟他約會 就已經在一起了很久 然後呢 有一天我朋友的生日在台北 他的朋友的生日 然後這個男生從高雄跑去到台北 跟朋友就是過生日 然後在夜店 在夜店的時候 看到他女朋友跟別的男生就是跳舞 然後還有青青 然後那男的看都嚇死了 然後都沒有去跟那女的講話 把自己去喝酒喝喝喝到不行 因為那女的跳舞跟誰跳舞 是跟他的好朋友跳舞 跟那個男生的 對 偷偷跟那個男生的好朋友在一起 然後還有青青 然後那男的看到就很難過 非常難過 一直一直喝喝喝喝到不行 然後喝到在那個夜店的門口就是 呃 怎麼講 躺下來 然後那女的出來 看到那個男的還跟他說 你真的是讓我很丟臉 在這邊喝酒還喝到這樣子 哇塞 對 那女的這樣子就是這樣打 打那個男的 那男的就是整個都外掉了後來 古龍這個例子我也覺得很妙 對啊 有一個朋友一個德國朋友 然後呢 今天沒來吧 他有遇過一個很神秘的女生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們剛好在一個酒吧 然後他有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跟我講 古龍你看 那個女生 怎麼這麼漂亮 很辣很高 哦 我說因為我的朋友有點害羞 所以我跟他講 對啊 沒有問題 所以你跟他就是溝通 你跟他聊一聊 然後他去那邊 然後五分鐘後 他有打電話好嗎 然後呢 他們開啟約會 然後兩個禮拜後 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古龍 你記得那個女生嗎 哪一個 那個酒吧的那個 哦對對 對 他說 我再跟他也會兩次 然後第二次呢 我們去那個電影院 然後呢 我 開始 在他的外面 然後 親親他 親親我 然後 開始 摸他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摸下來 然後 他說 但是呢 我發現 那個女生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是 她有香蕉 哈哈 有可能 她是一隻猴子 她喜歡吃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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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地方放 她就放在那裡啦 對她有長腔界 你看這個世界 是不是無其不有 是個女的 她不想要有香蕉 但還有香蕉 是個男的 想找香蕉 但找不到香蕉 多好啊 給我嘛 給我嘛 我接下來 喂 但是有一種男生 就是 神秘到家裡的事都不聊 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一個姐妹 然後她最近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她男朋友 就是常常會 吹噓說自己家裡 然後有很多台車 然後有七個車位 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她從來就沒有邀過我 那個女生朋友去她家 然後 一直到後來有一次 他們一群人出去吃飯 然後 朋友就說 那不然我送你們回家好了 那這個路線 男生比較近 男生先到 然後那個女生就坐在車上 然後後來 開到那個男生家的時候 發現說 其實那個男生家裡是 一個檳榔攤 然後 然後其實女生心裡就會覺得 有些賣檳榔的家裡 真的很有趣 是收現金的 對 對啊 因為檳榔樹 檳榔樹都在家裡 一管頭三年都滾不完 在米粉湯的家裡開冰室很多 對 真的 可是你知道對女生來說 她就會覺得說 妳就算家裡開檳榔攤 我不管妳有錢沒有錢 那都沒有關係 講實話 我們都已經在一起了 有錢又怎麼樣 但是檳榔攤 舊檳榔又不會怎麼樣 就是她希望說 都已經到交往這個地步了 希望說是可以坦誠相見的 就是不要用騙的 後來咧 她就繼續這樣下去啊 所以就只是個檳榔攤 對 但她後來好像 後來她就會包油啊 包錢啊 她就開始變檳榔熄食 沒有啦 說不定不是在台北市 有七個車位 是在苗栗或哪裡有七個車位 說不定 地點也要講清楚 搞不好她沒有說謊 只是地點不同而已 檳榔攤旁邊有 很多檳榔攤全省連鎖的耶 真的 金國標有沒有 公公立 對啊 金國花 而且你們女生才愛裝神弄鬼 對嘛 哪裡啊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因為她是職業軍人 然後她是憲兵 然後呢她之前就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那個女朋友就是也是 也交了一段時間 也差不多快半年 也都問她說 欸那你家裡做什麼 她說我媽媽是老師 我爸是公務員 就這樣 然後每次可能要去接她的話 好 約會完送她回家 她就是可能 永遠就是 把她就是在這邊 然後她女朋友就說 那我就 你幫我放在巷口就好了 我自己走進去 然後比如說要約會 她就也不會叫那個男生來接她 他們都約在可能捷運站啊 或者直接約在電影院東區 結果呢 過一陣子她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一陣子她的長官 就常常會把她叫來說 欸我告訴你啊 你現在這個交女朋友啊 對女孩子一定要這個 從一而終 絕對不可以欺騙女孩子的感情 對女生要好 絕對不可以打她 你既然認定了這個女生 你就要跟她一輩子 巴拉巴拉講很多 她就覺得奇怪 我的長官為什麼 講一堆有的沒的這樣 長官怎麼知道她交女朋友 對 對啊所以她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職業軍人交女朋友很正常 然後結果搞到最後呢 她後來輾轉 真的是在一起已經一年了 她女朋友有一天 老實跟她講說 好啦其實我爸爸是 憲兵副司令 她才覺得 那就是我 那就是她的頂頭上司這樣 對 所以難怪每次都不敢 就是讓她去她家接她 因為他們家有傳令 這個很妙欸 對 爸爸都已經知道為什麼不讓 不讓男朋友知道啊 沒有沒有 就是 不是以前我們喔 不要說看到這種 猩猩泡泡的 我們看到那種多兩條的 我們都 都閃尿了 要蹲下立正 更何況這種猩猩的 對因為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是職業軍人 那這個女生她心裡 因為畢竟自己 爸爸是一個這麼位高權重的人 她不可以 如果說真的太過於熱絡的話 可能比如說好 今天這個男生可能有什麼 比較爽的猜思 或者有什麼比較好的發展 可能自然就會聯想到她爸爸 給她的一些那個福利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 講聲音這樣 我說你怎麼知道 這個小時候 因為美國的軍人很多 是 而且他們是很高的一個位置 不管是 就普通的一個軍人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很尊重他們 所以我們 如果知道那個女生爸爸是一個軍人 我們 不敢跟她交往 就很嚴肅 怕對不對 對 然後爸爸就是 頭髮都很珍奇啊 然後穿那個西裝 還是她的那個 Marine的衣服 對對對 就是 就是你 你會怕她 你每次看到她 去她家那個位子 只能坐三分之一 然後腰桿要打架 對 可是那個女的不坦白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她其實是因為 喜歡這個男的要保護她 對啦 也是因為這樣子 這是不坦白是好的 所以在一起久了以後 才真的老實跟她講 是 我其實有一點好奇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男女朋友這樣子 裝神秘 你們最高可以容忍到多久 最高 比如說像我個人的例子 我撐了三年 太誇張啦 太誇張了啦 是在 就是慈善在做這件事情的吧 你不知道她家住哪裡 你也沒有她家地址 你也沒見過她的家人 你會這樣子可以撐多久 我覺得我的成熟度 就是跟年紀也是 現在比較不在乎啦 可是之前會想要知道這種事情 現在不在乎 因為你現在要的不是愛 不是這樣講啦 我是知道大家的生活都是比較複雜 可能是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 誰生我複雜 沒有人生我複雜 我們都很單純喔 欸欸欸欸 有點支持好不好 這個沒辦法幫你講 你之後轉過去了 露露可以撐多久 你不知道她家住哪 沒有她家電話號碼 兩個月 兩個月 然後她也不是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她回家都關機 那很難耶 我覺得 兩個禮拜 關機那個一個禮拜應該就這樣 兩個禮拜吧 兩個禮拜差不多 差不多兩個禮拜 那關機真的沒辦法 好 那我會舉牌 如果妳可以這樣繼續下去 撐一年的情曲圈 不能撐的情曲差 哪有人那麼傻啦 哪有人那麼笨的啦 不行 我們也不行 女生也都不行 女生也都不行 我們也真的不行 貝童童妳沒有資格講話 不行 關機我也不行啦 她上次去日本 然後關機找不到 然後不跟我試學 幹嘛來日本找不到東西 猜不透女人心 男人總是吃力不討好 對 因為有時候女孩子 你真的 不要 猜不到她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對 然後她會說 妳這麼愛我 妳這麼喜歡我 妳難道不知道我喜歡什麼嗎 那妳就講完之後她就說 妳根本就不愛我 妳講的這不是我喜歡的 不然妳是在 撐三個 對不對 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女生